音樂 天馬納以我們的年代 我們一般人覺得它是一個基地 在再之前所謂HMS 即是鋁王一旋 九十年前它一直都存在 因為它陸上的基地叫天馬納 90年代它一直在中環威爾斯大廈附近 整個基地都是叫做HMS Tamar Tamar這個字由1995年開始 已經與香港是一個畢界之緣 是代表著香港的主軍 Tamar南 即是英軍HMS Her Majesty Ship Tamar 名字是來自英國南部Tamar河 建於維多利亞女皇時代 最初是運兵船角色 負責運載陸軍去到各地執行任務 最重要是在非洲和亞洲 包括大清帝國 1882年亦都參與西非戰役 到埃及阿力山大港支援 這套章的名字就是 皇家海軍搶劫服務長 維多利亞女皇時期 自到去伊麗薩白二世 當時的要求是要有21年長期服務的時間 邊邊位置就是黑了Tamar南的名字在上面 它的排列位置的名字 職位 之後就是服務的男隻 因為海軍會搶時間在不同的男隻服役 短則可能是幾個月 長則可能是幾年 一個船員 它要不停在不同的男隻上服役 你要剛好達標的時候 可以獲得到這個獎 而又是黑月Tamar這個字 相對來說 對香港是真的有一個歷史意義在那裡 其實Tamar南這麼多代人都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有時我們看回救民憲 裡面也提及了不同的軍人部門 例如它是一艘蒸氣船 還有人處理蒸氣機 有些是在機房工作的人 這張照片是跟伊利沙伯二世這張在一起的 他們這班人都是引擎 張邊的黑著領長的人 職位是CPO 即是在機房內工作 但究竟中間是哪一個人 我們就不知了 戰前很多軍人是從事一些 提供服務 甚至是職員 在床上招呼警員 其實工種很多很多 在戰後的時間 他變成陸上基地 在本地招聘的水兵 也有一個花名叫水雷炮兵 意思就是他在海軍幫忙去處理水雷的華人 這樣來的名字 所以華籍軍人也在Tamar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天馬南1895年成為英軍駐港旗艦 之後100年就是駐軍標誌 也是軍事要材 他因為戰爭 英雅於維多利亞港 不過掩埋不到的始終是歷史 下一集繼續Tamar 您們在這裏 我們正在這裏 我們正在這裏 我們要求